祝你父亲节快乐 谢谢 谢谢 这是一个父亲节的信息 那么传统上来说 每一年我们有一个母亲节的信息 那我们每一年都告诉妈妈说他们好棒 那我们每年也有父亲节的信息 我们说爸爸你们要振作起来 真的我刚刚没有在说谎 但是这个不是我今天我要做的 父亲们你们不要紧张 你不需要 我不会拿这个圣经的经文来责备你们 那我们用这种方法呢 并不是在恩典当中 我们来看以佛所书六章的四节 非常简单的这个经文 但是呢 中间的意义非常的好 非常的巨大 所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福音的美丽 我们要感谢你 你把我们带进去的这个福音 对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的未来是什么 重大的意义 谢谢 你把我们带进去是靠着恩典 还是靠着我们的信 是没有人能够夸口的 你把我们带进去的这个家庭呢 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够靠我们自己所得到的 所以今天早上主 我们求你来洁净我们 更新我们 这个重新的来唤醒我们 让我们看到福音的荣美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早上 我起来的时候 我就脑海里有一个句子 非常清楚 也非常简单的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就把这个问题呢 也告诉你 是充满的爱来告诉你的 那么我一醒起 我醒来的时候 我听到这句话就是说 我们这些为父的 那么这些 你们虽然有的 有不是父亲的 你可以说 我们这个带导的 我们是这个领导的 或者是我们是这个 资商的 帮助的 都可以来替换 说当我们在 为父的时候 是出于这个恐惧 因为我们是不足的 或者是说 我们为父 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一个自信 来做父亲 所以我们做 丈夫的 我们做配偶的 我们工作的 我们在服事 我们在领导 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 是 我们是以什么为驱动力呢 在幕后 我们常常不知道 在我们心中呢 来这个 激动我们的是什么 你这样做 不论说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这样做是 从不足 还有跟这个恐惧方面来做呢 还是你是因为 对福音的这个自信来做 最简单的就是 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 我写的是 改变世界的经文 我不以福音为止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保罗说 这个 对这个信息呢 我引以为荣 我所夸口的 就是这个福音 我所夸口的 就是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 或者是透过我所做的 这就是我的夸耀 我对此非常引以为荣 不只是 神 他拯救了我 我的 神的能力 让我得到的救恩 让我能够重生 我发现很多 这个信体 信徒呢 他们活的就是 他们非常感谢 他们一开始是怎么样 得救的 但是 他们 想到了 他们一开始的 这个救恩 并不是他们 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一直的被拯救 他并没有想说 神 一开始拯救了我 这是我的 一个见证 他们所 他们 之后的这个生活呢 是 不 并没有从这个福音开始 他说 神一开始 拯救了我 所以我要过得更好 神已经拯救了我了 所以我要做得更好 所以 这是有一个原因的 为什么 这个 呃 他们在 传道的时候 会讲说 哎呀 父亲们 你们要振作起来 我们一定要爱我们的灵色 像我们爱我们自己一样 这个我们的生命呢 被福音完全的改变 不是一开始 这个救恩 让我们永远与神在一起的地方 是这个确定的 因为 我 通常对我的学生都这样说 我们想到这个福音 就是一开始我们得救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自己来救我们 每一个信徒 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是我们自己重生 我没有办法 是 圣灵住在我们 只有神能够这样做 那我们想到 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也是主能 神才能够做 让我复活 所以我们一开始 就得到了救恩 还有我们至终的这个救恩 我们完全完全的相信 只有神能够这样做 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呢 我们就把极大的压力 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所以 这使得 保罗给我们的一个 在新约的命令 是很难的 他说 你要爱你的太太 就像你 基督爱教伙一样 所以为什么 耶稣 在 马太福音五章说 你们要完全 就像你的父完全一样 当我们看到了 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们降低 或者是 我们就把他重组来 适合我们自己的情况 然后我们就说 没有人是完全的嘛 我们没有活着 没有跟着福音的喜悦而活 但是神把我们带进去的是 我们根据这个信心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只有读了保罗第二次 这个命令 我们每天该怎么做 我们只读到了 每天该做的一些事项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加入 我们是怎么样的 去了解这个福音 这个福音应该是要改变 我们怎么样的理解 而不是说你怎么样 知道说你的罪 然后你被饶恕 还有你的未来 你整个人的一个组成 是不一样的 是因为福音改变了你 所以保罗所说的话 是非常极端的 就是他说 这个重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是一个 你从来一个新的你 从来以前是不在的 但是现在圣灵在你的里面 那么你就开始了 你完全的一个改变 因为神要把你改变成 他的一个样子 神在你的生命中 有一个改变 你的故事以前就是 我想要做得好 但是我做不到 但是你现在的故事是说 你永远都做不到 但是神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把这样子的一个框架 来应用的话 你没有透过这个眼光 来看你自己 看你怎么样养育子女 那么你真的是 就是充满了 是一个害怕 在一个不足当中 然后你就把这样子的 这个眼光呢 投射在你的孩子当中 那么根据保罗的说法 你就让 就会热儿女的气 就会激怒他们 因为他们永远都没有办法 活出来 你自己都做不到的 你自己都活不出来的 但是在基督里面 一切都是可能的 经过耶稣基督 还有圣灵的内住 这就是我们要按着这个灵 来读保罗的书信 来看耶稣基督 如果是新约当中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真的一切都是可能的 但是 所以这个标准是非常简单的 今天你不要想要去 这个过分的让别人 新约非常简单 不要谋杀 不要就是贪恋别人的 这个妻子 就这样子 所以说你的生命怎么样呢 在这个旧约当中 在摩西里面 这些做到 你就说 我做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已经结束了 我没有谋杀任何人 今天没有谋杀 你做到了 你做到了 这是很好 你有没有 这个欺骗你的妻子呢 没有没有 我今天没有犯 今天赢的事情 你有没有去贪恋呢 好 那么你就赶快去献祭吧 你已经犯罪了 但是保罗在新约当中 明白了 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新实际 我们不需要活在那种标准下面 哦 我没有谋杀 而是你确实你可以去爱人 所以现在 我们现在的疆界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了 这是超过我们想象的 所以保罗说 不只是现在的标准是说 你不要有外遇 而不要去谋杀 现在是说 你要像耶稣一样 来爱教会一样 来爱你太太 所以你只读了保罗 他的命令的话 你就说 不可能 耶稣才能够这样做 我做不到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多少次 多少次 你实际说 你知道吗 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不应该从这个地方来生活 我们应该要从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生活 我知道 我自己的能力 我不能说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我太太就说 我爱你就像耶稣爱你一样 那你看我有多棒 不可能 我都说 哇 我真的做得不好 但是罗马书八章一节告诉我们说 在耶稣基督里是没有定罪的 耶稣基督并没有拒绝我 因为我 我没有像他一样 爱我太太那样子爱太太 但是他给我能力去做 我都看到我的孩子 我就说 哇 我孩子好棒 我没有说 看到我二十岁的孩子 他多棒啊 我孩子在祷告说 神啊 拜托 请你帮助他们 但是我会说 哇 他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的所是我的真理 但是我并没有为这个真理所责备 就是我 我现在知道的真理是没有定罪的 那么我靠我自己 我没有办法养育出这样子的孩子 因为这是 神的恩典是真实的 而且圣灵做了功 这个是我自己的领导 去没有办法做出来的 我自己的领导是完全不足的 不像这个福音一样 就是让我说 我可以假装说 哇 我不足 我完全是明白 我是不足的 但是神并没有责备我 定罪我 我不是说从 这个 我的不足 我不是说我被拯救 所以我以后就不会不足了 而是说我被拯救 我以后就没有被定罪了 我已经进入了神的灵敏当中 我那些不好的神都对我灵敏了 所以我并不要自己责备自己 就是说我自己不行不行不行 而是我可以感谢神 所以这个就是福音的目的 人们非常认识我了 人们非常认识我了 就看到我的孩子说 哇 对 这神是真的 不然你养不出来这样子的孩子 人们知道了 看到我的婚姻 婚姻就说 对对对 确实是有神 他的名字叫做耶稣 这个就是福音的美丽和能力 就重新来定义我的生命 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功 所以呢 也是重新来教导我 怎么样来为父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方向 那么这个是对这个 有这个小孩子啊 或者是青少年的这个父母 其实就是对祖父母 单亲妈妈 孤儿 都是为他们的信息 因为这个讲的是一个属灵的父亲 不是是指这个自然的父亲 但是尤其是对你有小孩子的父母 我们非常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去影响我们的孩子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越过 你这里面的这个恐惧 因为你自己是不足的 我们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人类 那么是耶稣基督会带领他们 成为伟大 是耶稣基督所定义的这个伟大 我们并没有这样子去看他们 按照耶稣的眼光去看他们 然后我们很难 我们看到孩子的时候 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的不足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失败 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 这是很难不把我们自己的 对他们的这个未来 因为我们的恐惧呢 投射在他们的身上 也很难去 这种不好的一个想法 因为是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失望 与他们呢 就投射在他们身上 那么就会让我们 对他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失望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办法活出 我们为他们一个伟大的一个想法 大家都听得懂我所说的吗 所以没有这个恩典的这个基础的话 这是很难的 我们来看讲义 没有这个恩典的基础 就是以佛所说一到三章的话 然后 那么 接下来的四五六章呢 就变成了一个 该做的一个事项 变成是责备我们的事情 我大卫史莱克 我在做父亲的时候呢 是我知道 我是被主所爱的 所接纳的 基于这个想法 应该会改变我做父亲的方式 我们看到一点 那么 这个以恩典取向照样 孩子的这个敌人是什么呢 就是不符合圣经的理想主义和宿命论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是谁 什么是可能的 我可能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好 而是圣灵住在我的里面 我不是说我成为领导 是因为呢 我的性向很好 或者是我参加了 读了一本做领导的书 或者一个训练 不是 我就是一个破碎的领导 但然而呢 我是充满了圣灵 所以呢 什么都是可能的 就是因为神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敌人 是作为这种想法的一个敌人 就想到我的未来 还有他们的未来 我的孩子们 还有我们怎么样看我们孩子的未来 我们是从那种不属神的一种宿命论来看他们呢 我说生命是失望的 我是失望的 他们也是失望的 难道我们是从这种宿命论来做父亲吗 我们更明白这个可能会失败 可能会妥协 可能是犯罪 可能会失败 可能的痛苦 我们难道紧紧抓住这种想法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去为父吗 我不要让他们像我们一样失望 我不要让他们像我们一样失败 我不要让他们像我一样这个痛苦 难道我们是从这个痛苦 还有这个恐惧当中去做他们的父母吗 还是我们以相信神的领导 相信神的主权 相信神的一个介入 相信神的一个介入 相信神的一个突破 他的琐事 我们是谁 从这个地方去为父呢 我们是不是非常自信神对我们孩子的尾声呢 但是我相信的相反也是真的 因为有很多很多不属神的那种理想主义 以这种理想的主义来做父母 将把我们的自己的梦想投射在我们孩子的身上 给他们有一个对未来的一个他们未来的标准 但是并不是耶稣给他们的标准 你是不是对你孩子的未来呢 画了一幅非常荣耀的这个图画 但是却与新约圣灵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呢 我让我给你一个例子 你没有任何一个在这边的人 他们的 经过的1990年代的这个 这个七年事空呢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哦 你是那个未来的领导 你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世界比1990年代的这个世界更糟了吗 那我想说 哦 那个世代 我就完蛋了 好 那我还 这个是约束亚世代过去 然后我们现在是这个Z世代的这个孩子 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非常不喜欢 人家讲做什么Z世代 在祷告店的这个代道之后呢 哦 感谢你们这样说 但是呢 我要为我的 我要说我要做青少年来祷告 我不会定义他们是这个世代 那个世代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为青少年祷告 我为青少年祷告的话 他们是实际的人类 他们是实际的孩子们 因为他们呢 他们也许呢 是没有定义心智的 他们是失败的人们 通常都是这样子 然而他们是真实的 我要为这些人来祷告 那但是我为这个Z世代来祷告的话 我是在为好像一个牌子来祷告 我为这个牌子来祷告的时候呢 我祷告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心里面 对他们的这种理想的想法 哎呀 这个Z世代会改变我的国家 但是他们长大 他们会找工作 他们结婚了 他们呢 希望他们过了一个 安静和平安的这个生活 做一个好的父 做了好的母 好的丈夫和妻子 也希望他们真的能够是为这个国度 因为这个顺服神呢 在自信和爱当中做一些小事情 而不是说他们有一个 好我们要改变国家的一个理想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你上次你是怎么样对这个千禧年代来祷告呢 那么很多人都在向他抱怨他们 但是我很少听到人们为他们祷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投射我们自己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在某个这个年纪 当他们这个三十岁的时候 哦 我们看到他们 我们好失望呢 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我们对他们失望的 他们只是就是过他们的生活 他们过的生活就像我们过生活一样啊 不是吗 我们把事情放在他们的身上 这个不是神说他们该做的 我们把这些东西加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这个是超越了这个新约的 这个信心的一个范围的 那我们呢 说说我们向他们说一些这个 先知性的话语 那他们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对下一个世代说话了 哦 我们现在呢 已经不对自己世代说话 我们对Alpha世代来祷告 这真的是不符合圣经的理想主义 这是投射 按着信心的名 好像是按着信心里面 投射在别的人的身上 这个是耶稣基督没有说的 他们这些人会感觉到 你们对他们的失望 也会感觉到他们的不足 我们不要让我们 不要让我们自己 好像实现自己梦想的眼光 来看我们的孩子 我们也不要假设说 哦 我们的孩子能够做一些事情 是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的 我们也不要 我们也不要假设说 哇 神会使用他们 会超过神 怎么样使用我们 但是他们只是长大 要做一个爸爸就好了 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啊 所以跟我的学生常常这样讲说 我非常感谢美国 这怎么样呼召我们 我们要成为伟大 我们有很多先知性的话语 你将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 一个敬拜者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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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牧师 等等 我真的希望 我只是 我只是刚才讲说 希望你做一个好爸爸 很多的年轻 女人 因为 他们在青少年的时候 人们告诉她说 你有这么多 你有多特殊 多特殊 他们就不想做妈妈 为什么呢 什么时候 我们将这个一个 很久的 为耶稣基督所创造这个人 怎么 什么时候让他们成为 好像 这个母亲还 低于能够拿一个话筒 站在人们面前讲话的呢 这 我们做了些什么 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个成功 什么叫成功呢 就是不论 耶稣基督要你做什么 你就全心全意地做他 去爱耶稣 这样子就是成功 那么 我这样就讲到了 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 你就是这样子 去惹他们的气 你把一个恶 放在他们身上 这个恶是 耶稣没有放在他们身上的 保罗是在对父亲讲话 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国家是 是有麻烦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事情不像 我们所想象的 这样子去实现 现在的方向 是非常错误的 那么 这个绝对是 我来问你说 你现在在这个国家里面 有没有看到这个 变性的一个 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他说 这其实就是 缺乏一个属灵的父亲 这才是真正的灾难 不是政治 不是经济 不是社会 远超过这一切 就是你看看吧 你有没有 这些父亲 是充满了这个 福音的这种父亲 是非常稀少的 如果你是 一个单亲妈妈的话 在其实在我们的 属灵家庭当中 是有很多的 如果你是单亲妈妈 你听到今天的讲道 讲到了说 就是要参与 是多么多么重要 要完全的 让这个福音来拥有你 这讲的就是父亲 但是你是单亲妈妈 你是孤儿 那你在那个家里面 或者是你已经 出来的这个家里面 但是你那时候 你不是在一个 非常安全的环境中 长大 但是我告诉你 父就是神 就是一个父的心 我们可以一直 在教会里面 传讲有关于 父的这个信息 因为我们所讲的 就是我们天上父的心 我们天上的父 看到了我们文化中的不足 他看到了我们的破碎 看到我们家庭的一些不足 天父知道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方法 现在他要兴起一些救援 不只是自然的父亲 讲的是一个属灵的父亲 这就是他所兴起的 一个救援 真的 这个就是美国 青少年事工的一个历史 在有一个时段 当是家庭是以中心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工业 这个社会进入了 然后这个家庭呢 就被打散了 在历史上第一次 有高中 这个学校 罗斯福 在历史上 这个兴起了这个高中 那么第一次 我们有一个名称 叫做青少年 那马上 圣灵就兴起了 这个青少年的 这个牧师 就是要带进去 这个宣教的 这个群体 就是这些青少年 圣灵会帮助我们 再做一次 我们不需要说 我们社会的家庭的破碎 我们很悲伤 但是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知道 我们转眼 看向我们的天父 我们知道天父会帮助我们 我们来看 我马数字三的讲义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激怒他们 这个惹气 激怒 不是有关于就是 你那个时间的一个怒气 而是说 为父的 尤其是对父亲 父亲们 不要让 保罗不是说 父亲们不要让你的儿女生气 如果这是保罗所说的话 我告诉你 我们就完蛋了 因为我们的父亲 我们说 嘿孩子们 你现在是上床的时间 睡觉的时间到了 那孩子就说 我恨你 那么你一这样讲的话 我们不是就做错了吗 那我就讲说 你们做错了 所以这礼拜呢 不许吃汤了 那孩子就说 你们走开 那是不是我已经违背了 一封所述六章四几年 不是的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消息 你一定会让你的儿女生气的 所以这不是保罗所说的 保罗所说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是讲的一个内心深处的 一个长期的状况 所以我要讲这个惹气 还有和一个激怒 因为惹气的 讲到的是一种特殊的一个愤怒 这个愤怒呢 是长期酝酿出来的 因为你觉得好无助啊 好无力啊 我一点方法都没有办法来改变我现在的生活状况 但是福音的荣耀 就是告诉你 你有一个新的能力 可以来改变你的一个环境 那改变你 改变你的心 改变别人 这个福音呢 进入你的生命呢 就让你一个惊艳 就是我以前没有能力 能够改变我家庭的 现在呢 神给我一个 耶稣给我一个 透过十几大 给我一个 没有限制的一个能力 然而惹气呢 就是你这样子养育这个儿女呢 与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分开的 而是你要他们表现 或者你看到 或者他们看到说 根本就没有用嘛 这孩子们就说 我为什么还要再试呢 我只要努力去做的 我怎么做你都不高兴 我永远都卡在这里 永远都没有改变 这些这个说法呢 就是从一个惹怒的心所出来的 就是被一个一个无助无力 所激怒所出所产生的 以为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了 我听到不但是这个美国 所发生的这个性别问题 还有呢 这个这个精神的问题 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福音不足 就是人们他的这个根 并没有进入这个 这个福音的一个拯救和帮忙 保罗要父母呢 去这个介入 是永远一个方式 这不要去惹怒 这个孩子们成为苦毒 愤怒灰心被冒犯 如果你从这个 这个不好的这个地方来活的话 我实在是 为什么在我身上呢 为什么是我呢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自怜的一个 一个苦毒 但是好消息是 即使 即使没有福音 即使没有 你不从圣灵来教导他们 这个孩子们是有难以置信的 示意力 而且可以从我们软弱和不成的时刻 能够恢复出来 很简单 你是父亲 你呢 发脾气了 发脾气了 那么你说 孩子们去睡觉 孩子说 我恨你 你又 你又 你又更生气 孩子就哭 孩子呢 他是有适应力的 那么 因为你愤怒 他就哭了 当然是不好的 但是 我们自己与福音 分开了 我们夸大 在 那个 那个时刻 所发生的事情呢 有多么的 这个严重 那么 不是说 呃 发脾气 当然了 我们不需要发脾气 那么 如果你每天 发脾气 二十次 每十年都是这样 只是你偶尔 发了脾气 他们会生你的气 你也会生他们的气 不是说 我们生孩子的气 他们生气的是什么呢 之下 下面要发生的 啊 我们发脾气 然后我们充满了羞耻 然后呢 我们就进入了 自我憎恨当中 然后呢 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中间 就竹了一道墙 因为我们自己在情感上 因为我们 发脾气 就惩罚了我们 所以就是 我们发脾气 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失败之后 我们做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扎根 在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耶稣呢 他会来介入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有 根植在 我们永远在天上 可以有足够的力量 我们可以做不同的 一个事情 我们没有 与圣灵对情说 我们现在 要按照圣灵来做 所以我们做错了以后 我们并没有 跑向耶稣 求我们孩子 请我们孩子 来原谅我们 我们反而是因为羞耻 而撤退 自怜跟这个自责 这个 才会长期的 来损伤 我们的孩子 所以保罗不是说 你永远不要 对孩子生气 而是他是说 你要选择正确的 一个处理方式 我们该怎么样 来领导他们 只有这个规则 然后但是没有关系的话 他们就一定会背逆 意思就是说 他们一定要有一个 与他们建立关系的父亲 所以他们知道 为什么 要建立这个规则 男人们 孩子们 去睡觉 我恨你 但是我告诉你 你如果 亲爱不去睡觉的话 明天呢 你会恨你所有的朋友 你的朋友 也会不喜欢你 孩子会成长为青少年 青少年必须要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青少年他非常需要一个异象 如果你知道 青少年他们需要些什么 他们要的 就是你所要的 都是一样的 青少年不是说 是一个非常 一个好像外星人一样 非常的神秘 这个青少年 这个怪物 外星人住在我家里的是谁 如果你没有与他们 累结的话 你不知道他们像怎么样的话 你就去找一个 青少年 与他们交往 他们 现在是荷尔蒙 带领他们的时候 所以他们是会不一样的 青少年 你们看到青少年 我们做父母的 对于青少年 或祖父母的 我们看到他们 我们有一点 这个惧怕 或者是你有 这个年轻孩子的父母 或祖父母 他们所说的 都是一样的 他们说 他说 他们有青少年的时候 这些人来跟我讲话 他都说 哇 他们你有青少年 对吧 哇 真是困难啊 这是有原因的 青少年 确实会让人惧怕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只看到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青少年的时候 是 他们看到 他们看到 我们看到 他们身上表达出来的 很糟糕 你知道 我告诉你 我跟数千个青少年 这个相处 那么我告诉你 每次我跟他们 讲到的时候 哇 他们给我们的反应 都很糟糕 为什么 那么 他们以后会好 但是你跟他们讲说 耶稣爱你 他们坐在这个椅子上 一点都听不进去 各式各样的肢体语言 那如果你就相信 你眼睛所看到 哇 他们恨我 他们不喜欢我所说的 青少年呢 就是在我周围的青少年 是非常悲哀的人 怎么回事 但是我告诉你 不能避免的 之后呢 这是 我告诉你 他们很糟糕的肢体语言 但是之后呢 他们呢 我们 我们 呼召他们 我们为他祷告 他说 史莱克先生 你刚才说 讲的这个讯息 是我们所听过 最好的一个讯息 我说怎么可能呢 你 你 你刚才 我在讲的时候 你的那个肢体语言 告诉我 你说你想杀了我呢 你没有办法 根据他们 现在的 一个样子呢 来跟他们相处 你必须要 越过这一切 你不要去注意 他们的这个反应 他们的行为 你一定要超过 他们现在的琐事 去看他们 一个做父亲的 不能够看到 他们现在的样子 天父必须要 做父亲的 必须要以耶稣 基督的眼光来看他们 耶稣看到的他们 是未来的样子 不止是要 你有一个很好的 青少年事工 你要做两三件 简单的事情 你有一个 你可以请一个青少年 或请一个 这个大学生 来到你家 请他们吃饭 说你们现在 在做什么呢 那么这个 并且呢 你就认识了 他们的时候 你就开始 来为他们 祷告 你开始 对他们的生命 说话 那这是真正的 是先知性 而不是投 把一些 这些过高的事情 投射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你不要 按照你眼睛所看的 不要也按照 他们今天所做的 而是你要看到 你的判断呢 就是按照耶稣 怎么样来想他们 怎么样来看他们 怎么样来爱他们 来做决定 而且要根据耶稣 怎么样来说他们 来做一个 判断 然后呢 按照耶稣基督 来呼召他们 来这个 提高他们 但是你要 你要好好地保持 耶稣基督的一个 圣洁的一个范畴 有的时候 就是听他们 听他们说 不要说什么 就是微笑 听他们说 你自己 把自己的手机放下来 好好地听他们 让他们说出 他们心里的话 这个也是一样 对 女儿也是一样 就是做 有女儿的这个父亲 就是让女儿说 有的时候 他说什么都 没有什么重点 然而你就是听他们说 青少年 儿童 他们都是需要 管教 他们都需要 这个方向的 那么 还有这些青少年呢 他们会得到惹怒 是激怒 是因为 他们看到了 这个 你自己的 这个分别 你自己呢 你自己 没有做到的事情 还有给自己呢 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跟实际的情况 分开了 但是我们有看到 这一点 如果 圣经是真实的 福音是真实的 那么是不是 是否对你 也是一直是真实的呢 那些经文 对你来说 一直都是真实的 如果是 真的话 这最大的 对最大的时刻 的一个 按照圣经的 维护的方式 就是 当这个 圣经的 这个话语 是 你 当孩子 没有见到 没有 你不了解 孩子 在看你的时候 你还是 忠实于 圣经 的教导 但你 你 你 意思就是说 你 私下的生活 还有你跟 其他基督族 之间的 这个生活 是不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不一样的话 你就 你就 做错了 你就 你的孩子 看到了 他们就 他们会 想说 到底 这个圣经 哪一个是 是真的呢 那么 他们会说 哇 那 那一天 我对你所说的 我所做的 我 我 我做错了 我非常 抱歉 我悔改 那么 就这样就好了 如果你做错 你就这样做就好了 因为我能够做到 你也能够做到 我不要惹 儿女的气 因为 我们 把他 我们将一个 非常不实际的 一个 命定呢 加在他们的身上 我 对于 我要 呼召他们 完全的信实 完全的顺服 根据 马太福音 第五章 但是呢 这是从 真正的一个 关系当中 来带领他们 那么 他们一定要相信 他们能够抓住 神的一个伟大 我要给他们空间 让他们能够失败 让他们能够兴盛 让他们能够成长 不是 我要对他们说 你们这个做不好 那个不好 一直地去纠正他们 而是我要 继续地指引他们 去爱耶稣 所以 他们会学习 即使失败 要失败 怎么样去站起来 他们一定会失败的 但是 当他们失败的时候 我不要告诉他们说 哦 你下次怎么样做 会做得更好 哦 然后呢 你自己 要怎么样改变 你下次就会做得更好 怎么样去 跟随这个规矩 这个我必须要做的 然而呢 我更多的 我要跟他们讲说 现在你失败了 但是耶稣现在 他怎么样看你 他怎么样对你的感觉 是什么 我们先跟这个连结吧 然后我们再说 我们再设立 其他不同的一些界限吧 或者是我们可以做一些 比较聪明的事情 然后你就不会再进入 同样的困难 跟这个麻烦当中了 那么我们 我可以 我跟你都是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 那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教导 来养育他们 那这个父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滋养他们 去去培育他们 这不只是就是温柔而已 这个父亲们呢 要不断的呼召 呼召这个孩子 不是按照孩子来怎么样 看他们孩子的方式 这个为父呢 一定要告诉孩子说 孩子你们是你们真正的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不是说让他们马上的感觉到说 哇我们做的好棒 这个我大部分认识的青少年 他们就是不想要 他们不想要成为这个群体当中 最笨的那一位 或者他们 他们不是要做最高 也不是要最做最低 他们呢 如果能够 他们就是想要 能够跟他们的同辈在一起 然后他们能够依附某一个人的话 他们就会去做 但是我们做夫妇的 我们就要拯救我们的孩子 从那种想法当中出来 我们做父亲 就是要让他们进入 爱耶稣的自信当中 有几位这个青少年 他们呢 真的要走入这个 这个福音当中 而不是说 他们是跟一些很酷的孩子在一起 他们就有他们的这个身份 他们是被爱的 如果我们只是让我 以这个孩子的这个行为 来与他们连结 并没有与跟真正的那个圣经的 一个价值系统所连结的话 他们的生命会真的很难 我们一定要让他们 找到他们的身份 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什么 还有他们的生命 是怎么样能够形成的 很快的我们来看第四眼 我们再重新回到说 你做父母 是不是从这个不足跟恐惧当中呢 还是来自对福音的自信当中呢 你做祖父母 或者你做这个属灵父母 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呢 你是怎么样来服侍 你是怎么样来领导的呢 这就是我所找到的 那么因为我做了青少年事工 已经三十年了 我认识了什么 当这个父母成为说 来造成一个怎么样的孩子 是我的责任的话 这个通常都是来到这个父亲上面 他们呢 这个福音呢 把这个责任呢 是在耶稣基督跟十字架 跟复活之上 我再说一次 福音把这个主要的责任 把一个创造出出来 一个代门徒 一个做父母 做事工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友情 我们的婚姻 还有我们的人际关系的 这个责任呢 是放在耶稣的身上 是透过我们能够制造出来什么 但是当父母 把这样的责任 把这样的主要的责任 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这就错了 所以你会过度 所以有两个方向 你过度的管教了 是因为你恐惧 你从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父母呢 父母在跟子女 设下太多的界限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生命到底是为什么的 或者他们是不足的管教 因为他们是被动的 他们是羞耻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这种不连接的父亲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个主要的责任在我们身上 他们就活在那个自怜当中 还有羞耻当中 所以他们呢 就不连接了 他们就被动了 但是主 让我们 让我们的孩子 所得到的呢 就是 他最大的 这个孩子 我要孩子们得到的是 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 真正的对神的一个爱 这个是我 在我 这个 在我年轻的时候呢 跟IHOP有关的时候 在 做 这个 作为父母 在这个 IHOP的这个 环境之下呢 就是 哦 好多好多的这个 荣耀 但是我跟 我的想法就是说 我不要成为 我的孩子不要成为 被文化 所影响的 当然 我的 我喜欢我的孩子在 祷告店 然后在 带祷 当然是很好 但是 我不要他们这样做 是因为 人们会为他们鼓掌 而是神 透过了圣灵 托付给他们的 在他们的里面 我记得我 儿子 六岁的时候 他来跟我讲说 爸爸 我要开始 一个 查经班 我要来 呼召我所有的孩子 我 我称他们说 耶稣的男孩 然后我还要建造一个 一个网站 我要 训练他们 怎么样 来传福音 你知道我怎么说 我说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不是说 哇好棒好棒 我没有这样讲 为他鼓掌 我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你什么意思 你说你 你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关系吗 因为你认为说 我会喜欢吗 他说不是啊 我这样做是因为 我认为神这样告诉我 我说 哦好啊 你这样做好 太棒了 我帮助你 还有我的女儿们 他们要称为 敬拜者 我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当敬拜者 你要做是因为 你觉得爸爸妈妈 要你这样做吗 他说不是啊 你为什么要做 如果我们喜欢音乐啊 我爱耶稣啊 我说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我帮助你 我会支持你 如果是出于神 而且是真实的 如果你是为我所做 或者你只是 要取悦这个 这个群体的话 我不要为你做 我不要来 兴起这个 学习模仿文化的人 就是学习 这是怎么样说 然后人们就为你鼓掌 我要从圣灵来 真实的东西 所以 那么一个健康的为父母 就是我自己 要先被福音来更新 我自己在信心中 在爱中有信心 让我自己呢 不是为了这个表现而活 也不要保持 我的这个生命 是活在别人 对我的投射上面 主要是要做耶稣基督 是不是我的满足 耶稣基督 是不是我的喜悦 这个就是信心 一个简单的信心 一个简单的爱 我们请站起来 敬拜团来到前面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爸爸 属灵的爸爸 祖父母都可以 或者是将来的爸爸 都一样 你听到这个讯息 你说 这个就是我 这是讲到我 我要进入一个 新鲜的一个 透过福音 得到的一个自信 而不是对我自己 肉体的一个自信 我从今以后 我要不同的方式 来做一个父亲了 如果是你的话 就在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手 你举手 你说我需要人们 为我祷告 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不是要做一个 这个祭坛的一个呼召 我是要你的家人 来为你帮 来为你祷告 那么所以 你举手了 现在我们就围绕着 这些举手的人们 是家人 或者是 想要成为家人 真的就这样做 直到有很多很多人 为这些举手的人们 来祷告 我们为我们的父亲们 来祷告 我们的祖父母们 我喜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恩典 可以祝福家庭 主在全世界 都在做 也在这里做 我们一定要进入 这是可能的 我们不需要 活在那个宿命论 因为我们的祖父怎么做 我们的父亲是怎么样 不需要再去提那些了 因为 因为福音的荣美 我们根本不要去管 我们自己的父亲是怎么样 我们父母的失败 我们祖父母的失败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再去提了 我们要讲一个 因为福音 我们讲一个不同的故事 因为福音的关系 我们有不同的一个未来 因为我们的孩子 也会有个不同的未来 我们不需要活在昨天 我们不需要活在 昨天的痛苦和失败当中 我们活在今天的可能当中 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神可以做些什么 所以主 我求你现在就做 为我们的父亲们 我求你现在 兴起属灵的父亲 祝福家庭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要走在 行在你的祝福当中 成为属灵的父亲 成为属神的父亲 是参与的 不是被动的 充满的喜乐 是长久忍耐的 是真实的人们 所以主我求你现在 释放祝福 释放恩典 在我们的家庭 释放给我们的家庭 释放给我们的父亲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各位我们的翻译就到此结束 神祝福每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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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